8月29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发布会上回应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愿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与合作解决问题。 贸易战升级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方的反制手段是充足的,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认为应该讨论的问题是取消对55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进一步加征关税,防止贸易战继续升级。 中方正就此,与美方进行严正交涉。 高峰指出,中美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地,双方利益深度融合,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如果有人想强行将两国经济脱钩,结果必然是害人害己。 针对近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华为购买一些美国产品的临时许可再延长90天,同时将另外46家的华为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一事。 高峰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中国企业。 在很多领域,中美两国企业已经在产业链中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打压中国企业,最终受损的会是美国企业。 希望美方从本国企业利益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出发,尽快取消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打压和制裁措施。 此外,就近日,日本将韩国从贸易白色名单当中移出一事。 高峰表示,中国、日本和韩国互为近邻和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中方希望邻居间合共相处,相信日韩两国能够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希望中日韩三国能够共同应对挑战,进一步加强经贸领域的合作, 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这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